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一下另外一些消息,跟香港有些關係 有人說我們很少講香港,所以不聽了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每一次講香港的事情都沒有什麼人聽 尤其是那些節錄,我們看得到的,有數字看得到的 所以就不能夠講太多跟香港政治有關的事情 其實香港現在回到一個大家都是政治冷感的位置 就是我認為 政治冷感的位置有沒有問題? 如果這些改動是不會影響到民生的 那我就覺得沒有問題的 但是現在當然要講一件事情就是區議會改革的事情 其實有些訊息出來是令人擔心的 為什麼我說是令人擔心的? 有些人說,你說的都是不成為理由的 好像之前你說要看實那些業主立案發團的事情 那些事情是不是都要做的? 我就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情況 已經看到了,他們委任那裡 那委任什麼人 現在,當然你要信政府 就是他委任的人都是肯做事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問號 為什麼大家都有一個問號呢? 就是,立法會那裡看到很多人 其實就說 哦,不是啊,立法會現在很好啊 那 事實上 很多人都對 立法會那些人是有意見的 現在 那些意見是很負面的 就是 我們聽得到的事情就是 你們只是偏聽而已 可能真的是偏聽的 我不敢說 但是 就是 立法會裡面的人 就是 做事是 很久留留的 某程度上 好了 呃 他也說不信 不知道不信什麼 現在你說 信不信政府 會 可以委任到 那些 對的人出來 為什麼那些人有問號? 其實就是 都不知道你會委任什麼人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當然有些局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的那些很困難 待會我就再說 就是 接受訪問局長說話那些困難的方法 那些事情 喏 現在 區議會的組成會改變 當然是 委任間選和直選 就是四四二 就是四成委任 四成間選 兩成直選 那麼 間選的人 究竟出來 會是怎樣 不知道 這個 又是不知道 那麼 直選 選出來的人 估計 大部分都是民建聯 工聯會的人 主要是民建聯 估計 其實 其實 區議會 如果即使是直選 民建聯 其實一直都有優勢 如果民建聯 如果是對民主黨 這樣才算 民建聯的贏面 都是比較高的 其實 其實就是 那麼 那麼 委任那裏 怎樣委任 就是 李家超委任的 按 地區區情 用人為財 原則委任 就有179席 特首委任 為什麼這件事情 大家都可能會有問題呢 覺得 因為 因為 超哥去選 的時候 他身邊的人 都是 有些 給人的感覺 不能信任的人 其實就是 他身邊 那個 什麼競選辦 裡面的人 那 就是 要找 170個人出來委任 那麼究竟 是怎樣委任呢 到最後 知不知道是誰呢 那麼 Paxi Wong 就說 不信 委任 做實事的人 那麼 我又不敢說 其實 我不知道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很緊張呢 我知道有些人是反對的 喏 我就坦白告訴大家 我是不是很擔心的 為什麼我說不是很擔心呢 其實 我的看法就是 連區議會也廢了 都沒有所謂的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不過 你一定要有政府 一定要有資源 放進社區做事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現在委任一些議員出來 間選一些議員出來 那麼 就是 有沒有實際作用 我是不是 其實我之前一直都說過 我是有點懷疑的 因為 你倒不如用那個錢 去擴大那個民政處 去擺多一些公務員 就是 公務員在地方做多一些事情 做多一些地區工作 那些事情 你用公務員的形式 給他們做 政府幫到人就可以了 現在 說真的 你以來也沒有用的 其實根本上 現在 最奇怪的事情 就是 根本 這個區議會 其實 到了之後 就 會不會 實際上 會提到 建設性的建議出來 我是很懷疑的 還有一件事 實際上 公務員團隊沒有加人 實際上 那現在 其實 我的理解就是 公務員裡面 其實有很多 根本上 已經在OTO爆了中 沒有了 私人生活的時間 有部分的人 就是 那些事情是做不完的 那 那 如果你說 這樣改革了區議會 之後 整個服務等各方面 會提升 那我就有一個懷疑 那 怎麼提升呢 都沒有人手 在最基層的 就是 民政署那裡 都沒有人手去做的 民政署那些人 是做到 OTO 爆了中 我的理解是 那 好了 那麼 這個區議會改革 現在當然 還有 直選議席 直選議席就是直選 那參選資格 就會 就要有三會 就是 三個提名 就是 各三個提名 就是 應該就是 立法 我不知道哪個 這個三會 就是什麼 先說清楚 就是 分區委員會 防火委員會 以及滅罪委員會 這三會 每一個會 都有三個提名 然後 還有五十個 當區選民的提名 這樣 這樣 那麼 間選是怎樣呢 間選就是 又是 就是 三會 三個提名 就是九個提名 去參選 那他還有些 當然議員 當然議員就是 由 當區新界 鄉市委員會 主席 就擔任了 這個改革 改革了什麼 當然是 落實 愛國者 治港的原則 引入 資格審查制度 那麼三個渠道 進入這個區議會的區議員 都要接受審查的 本身 這個已經是一個門檻 其實就是 本身是一個門檻 好了 你其實已經設定了一些 就是 我們這些叫做 安全係數 已經是有的了 那麼 區議會的職能 也改變了 區議會主席就是 民政專員出任的 就是民政署的人 優化區議會的 諮詢功能 那麼 那麼 你諮詢 是不是 就是 在哪一個 level 上諮詢呢 現在 這也是一個 人們有的問題 究竟 你是不是真的 諮詢呢 其實有沒有必要 找個人 長期做議員 去諮詢 當區的人呢 我也是打個問號 所以 你可能聽我說 覺得 喂 你好像說到 區議會也沒有什麼用 其實我認為 真的沒有什麼必要 其實就是 真的沒有什麼必要去搞 這麼多議員出來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你如果用那些錢 去聘請一些 就是民政署的人 可能 實際那個社區的服務 真的會提升到 現在你這樣 改區議會 民政署又沒有聘請多人 其實 楊太好像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 公務員事務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他都說不會再聘請新的人 沒有新位的 如果沒有新位 他是不是可以 下面的人做多了 其實 大家都知道 根本沒有什麼可能 其實現實就是 你又不開新位 又沒有多些資源 那怎麼做多了 怎麼提供更好的服務呢 其實 有些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 Ester Wong 就說以前 民政署會請社區幹事 和EO 合作做社區工作 EO會巡區 但是現在 是我的理解 是 根本他們那些人 都做得很辛苦 其實他們 好了 冤鋒先說 民建聯的會員 大部分都是老弱殘兵 硬件企街站的員工平均年齡 65歲以上 老齡化 完全沒有年輕人會入會 可見幾失敗 但是 民建聯應該要徹底 改變這個情況 會員多 又有什麼用 那不是的 我也要說 他們 可能那些 年輕人 就做其他事情 可能年輕人 那些 民建聯不是沒有年輕人 但是他派傳單 那些應該 在街站做事 那些當然是找老人家 可能那些 算是 有些理想的老人家 給他一些事情去做 但是年輕人 他們 不是沒有 民建聯 我也要說 那 Mark Wong就說 這樣可以阻止搞事的人 都是未必做到事情 那 Nate River就說 區議會就是民主的體現 因為主要涉及民生 但一涉及有新議員 就變質 那現在說一下 申酬待遇吧 申酬待遇會怎樣呢 就是 每個月36,710元 然後還有每個月 8,310元的集行開支津貼 就是這些就不用實報實銷了 即是實袋 就是45,000左右 45,000左右 然後還有48,000元的 營運開支常還 款額 應該是實報實銷 那監察機制是怎樣呢 他弄了一個監察機制 其實現在就 這個就是區議員理職監察制度 確保區議員理行應有職責 不符即能的區議員 會按嚴重程度 調查和處理 那麼 這件事呢 很厲害 也要找一下才知道 他的內涵是什麼 我結果也是找到他的內涵是什麼 他的內涵呢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 區議員就不能夠妨礙其他區議員 以及政府官員出席和離開會場 這是第一樣的例子 第二樣的例子 就是不能夠騷擾 侮辱、辱罵出席會議的議員和官員 另外 區議員就不能夠 未經區議會主席批准的情況下 不斷打斷其他人說話 亦不可以拒絕履行區議會主席指派的工作 那麼區議會主席會指派什麼工作給區議員呢 現在是不太知道的 哈哈哈哈 不知道 那麼區議員 如果經常無辜缺席 就會受到處分 如果觸犯香港法例 他們會失去成為區議員的資格 如果他們濫用資源為自己謀取利益 不符合區議會職能而作出不恰當的宣傳 就會受到處罰 現在立法會也沒有這件事 就是濫用資源去拍片 然後為自己謀取利益 即是KOL議員 沒有處罰的 立法會也沒有處罰 那麼區議員要處罰?為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是不知道的 喏 所以這件事很奇怪 那麼W吹吹說剛頭卡的PK 說公務員只是打機 當然不是 他們做到根本上是金睛火眼的 我的理解就是 我不是說為公務員說好 而是事實實際做事的人 在香港 就得不到 一些正面的 聲音 去說回他們 喂! 真的正在做事 是不是? 喏 那麼 Sam 吹就說 滅X委員會 見過一個 走出來指著鼻子 說你們知道我是誰 我滅X委員會 問回其他做得久的同事 他以前拿過一些 和政協一起拍照給他們看 那我就說 現在看到這樣行動 對於 以前線做事的公務員來說 是會很麻煩的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好講出來的這一套改革 明顯是上層人想出來的 香港的上層建築想出來的事情 那你說有沒有 不好意思 先說個不好意思 為什麼呢?因為我這裡有 嚴重問題 可能會有水浸 這是水浸警暴 剛才嗶了一聲 先說個不好意思 因為可能我其他的手機都會嗶嗶聲 因為我這裡有水浸警暴 我現在也要拆出去看看有沒有水浸 大哭哩羅 Kokimi 說 下面的人開了七天,用幾個月的時間清洗了職業檔案 老闆見你們這麼勤快 就是拿了一堆新的東西回來 然後沒有人肯OT 其實會是這樣的 還有就是 河虎他說的 有些公務員真的做到沒有假期 天天九十點下班 我們知道的都是有不少是這樣 那 Winsley 說 現在政府編制內 已經有的職位都有很多空缺 未請到足夠人手填補空缺的位置 這是當然的 因為我這裡很大雨 所以我待會也會出去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希望當然沒事 但是我也不敢說 這個可能外面也是浸泡到趴街 哈哈哈哈 我可以看一看 那麼 那麼 佐特就說 最看不明白就是幾乎每次開會 都不知道夠不夠實犯 其實是在立法會裡看到的 其實是有類似的情況 哈哈 是有類似的情況 蘇娟媽就說 政府委任區議員 倒不如每區委派公務員 政務官來做吧 其實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就是你找一個AO 然後再找一些EO去做 可能比區議會更好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而已 應該不會水浸的 希望不會 我稍後出去看看 應該沒事的 因為 接下來應該會很大雨 半個小時會很大雨 那麼 還有就是 這個 諮詢機構的區議會 就不會再有權 通過地區參與計劃 以及 地區小型工程 分配到財政資源 那麼 區議會之前 有些財政功能 現在沒有了 那麼 就是 很有趣的 其實這一點就是針對性 當然是 因為他們之前有些人 反對整天眼 那些 當然這個本身是 區議會的問題 就是之前的區議會的問題 但是這個不單純是 民主派的人 反對天眼的事情 你要留意 就是 2019年的時候 其實那個區議會 是建制派把持著的 你要 再看回頭的話 就是 有些事情過不了 你不能夠完全 賣掉 所謂的民主派的人 其實是 是 好了 揮野人 人類命運共同 第一就說 屈蛇被委任的話 香港就很糟糕了 那 VTRH就說 比立法會會員更嚴格 是啊 我就說 現在很奇怪的是 你為什麼區議會 那些更嚴格 比立法會的人 那些要求 如果立法會 可以收緊一點 好像會比較好 是不是 喏 那麼 就說 政府前線的公務員 好像食環署 滲水辦 屋宇署 一向被人觀感非常差 可能這些原因 使得市民覺得公務員 都是做不到事情 其實問題就是 滲水辦 屋宇署 其實 我也要說 他們的情況 是他們自己 都是不夠資源的 以及他們是有程序做事的 有很多市民當然覺得 要立即幫他們搞定 但是你有程序 有些事情要跟進行程序 政府做事就要跟進行程序 如果你想快 老實說 如果你有滲水問題 你想快就搞定 你自己和周圍的鄰居 都談好了 你說 我肯給你錢去做 我還給你錢住 酒店 你用這些方法去做 肯定會快 但是 政府是不可能 用這些方法去做的 就是說 如果你 舉個例子 你那棟 你那棟樓 你那棟廚房 或者廁所是滲水的 你最快的方法就是 業主之間溝通好 自己弄好些東西 就是 業主給錢 就是樓上業主給樓下業主的錢 水向低流 那麼 如果是業主自己之間搞得好 當然是最快的 其實你去到滲水辦的 已經是 你們自己業主都搞不定的難題 你們自己的業主之間搞不定的難題 你覺得政府可以一聲幫你搞定 這個是 老實說 是一些人 他自己根本沒有想過 究竟 喂 喂 你的要求合不合理 是沒有想這些事情的 其實有些人是 是覺得老奉 我是老奉的 這樣 那麼 尖尖就說 政府裡面的確有些所謂公務員 胡運過日子也有認識 現在已經運到退休咬糧 是有 老一輩那些是有很多的 老實說 就是老奉的 但是 我的理解就是 年輕的人是很難老奉的 因為其實 公務員之後 其實有些制度是改了的 其實他沒有辦法老奉的 現實是 所以現在你說 那些年輕的公務員就是打機 這些說法 其實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你可不可以保證 現在委任的區議員是不打機的 你可不可以保證 現在那些 間選 或者直選選出來的議員是不打機的 有一定做事 你也保證不了的 其實是 所以有些說法 我覺得有些人是 就是要挑起 對公務員的仇恨 其實這件事情是 最差的 公務員 你說他們 是不是新高糧準 其實現在很多公務員的工資 都很低的 就是 出糧準是真的 但是人工高就不是真的 現實就是 是不是 那 滴丁就說 這些人又玩東章 其實你用傳媒去做 那你做得多少 老實說 傳媒還有 有些勢力的人 會得罪人的 他敢不敢說 那Mark Wong就說 時代變了 要求高了 公務員越來越難 那 有些事情你要想想 本身都是難做的 你自己也解決不了問題 其實很老實說 你解決不了才找滲水辦 那你本身已經有難度了 這件事情 那別人政府幫你搞 那 你要長一點時間 其實都是 我認為很正常的 如果你要快 就一定是 業主之間 談好 怎麼做 對不對 是不是 那 Candice Child 就說這些話的人 天生涼薄 戴著人皮的偽君子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 你說這些改革 之後會 還有些什麼 其實 現在就有政務司司長 他有搞過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以及一個政務司司司長主持的 地區治理專組 那 接下來會有策略方針 指揮統籌 相關政策局和部門 制定相應的地區治理政策和措施 這些是對的 但是 問題就是 你有區議會 又沒有家人手 就是 政府的系統是沒有家人手的 那你有區議員也沒有用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 原先和區議會並存的 地區管理委員會 那麼地區管理會 就繼續由民政事務專員 擔任主席 成員來自區內的政府部門 那麼這些 很正常的 這些是一定要保留 但是 區議會有沒有價值 那個價值是越來越低的 我的看法就是 不過 現在還有一件事就是關愛隊 那麼 18區關愛隊 又要給民政事務專員管理和監督 那麼 就是 關愛隊也是有趣的 這件事 就是 很老實說 就是 是不是真正要有關愛隊 三個字的人才能做到 其實又不是 現實就是 是 是 好了 五門就說了 議員上班都玩直播 他十幾萬一個月就可以 什麼 我只有幾萬 打機都不行 那麼 是啊 他們是這麼囂張的 好了 有請一會 這個話題 當然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聽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覺得 算了 都要議成定局 說來做什麼 其實有些事情都是要說的 根本 就是你區議會改革 現在根本 我覺得 就是 有些事情他可能都不敢改 應該改的事情就不敢改 因為其實有些從政的人 他也是有利益的 就是 其實 索性 消滅了一群從政的人 我的看法 可能香港是更好的 就能夠政府搞 很多事情都由政府做 就可以了 你用什麼 用什麼 又要在民間搞一堆 從政的人出來 是沒有意思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特區政府到最後要向中央政府負責 我相信中央政府就可以了 用你的政棍在搞亂當嗎 不過這是我的看法 個人粗淺的看法 好了 算了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回來講幾多話題 我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